书接前文 我们时辰笔尖这个名字都起得是很好的 想肩并肩成兄道弟勾肩大胃 其实这个笔尖多了反而不好 那么一个人自己虽然显孤独 但是比较有独显贵气 啥事也不用分 除非成格 格门地形一块的成格 一般来说这个不为贵 那个七财呢前面说到 女子如衣服 这个财也是我能磕得了 那到时候才是我的财 磕不了贪多脚不烂 反而身体不好 自己要受病 或者是受灾 这个偏因呢代表 这个人呢 就玄学这个方面都代表偏门 一路功名 旁门错闹 但是你用的好 但是你用的好 有的时候是可以的 甚至一代萧雄嘛 但是你这个要受制 这个邪的偏的神都要受制 那么正的神呢 就要凸显他的能量 还有就是这个两个圈 悟土代表他的石神 这个石是我们吃饭这个石 石神呢代表泄秀芳华 还有一个叫伤官 那就是这个疾土 这个同性相生 不是那么太容易生 但是一旦生出来 它就像太极一样会拐弯 那么这个异性相生呢 就有情了 神远远不断 所以说这个伤官呢 代表这个灵感啊 可能这个显得更自在 更方当不羁 但是毕竟是凶多吉少 这是一个属于偏身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这个反而是同属性的为好 那么其他的呢 都是这个异性的为好 比如呢 就是这个真财偏财也说过了 好像都说过了 这个人缘呢 低之藏杆 还有一种说法呢 叫纳因 这个纳因呢 我们下一回就准备讲 关于这个部分 看看啊 木 火 土 金 水 这个官杀还没有说 正观同样是异性的 鬼水为正观 那么七杀呢 就是人水 当然呢 这个七杀还 比如说身体不好啊 这个小人啊 迫于这个各方面的压力啊 等等这个这种 那么怎么办呢 就用这个十神伤官来治 那么最好的还是用十神 制杀是成格的 因为他这个同属性的 相生不容易 但是相克 他就无情了 你这个伤官 虽然也能克 但是克的同时 你要注意啊 他这个友情啊 是不是会 独了和乌啊 是吧 这种你要非常注意 八字呢 还有各个流派 这个看的就是 最主要就是这个政务性 他们相互的作用关系 那么比如说有 旺衰派 主要是以阅令 这个强弱 对日干的作用 格局派 就是这个也是阅令 吐出来 这个叫什么格 真格 那么还有曲相派 这个 这个就很神奇了啊 这个代表万事万物嘛 看着 还有很多很多派 当然主要是以政务性 还有神煞派 而是以政务性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